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科学家去研究蚂蚁跟蚂蚁之间 他们是会谈话的 而且蚂蚁国跟蚂蚁国是有战争的 有时候你会看 在墙角死来一大堆蚂蚁 原来是两国战争 那边比较强就把另外一边杀了人羊马翻 血流成河 死堆如山 他们看起来 哇 蚂蚁死了一整排啊 因为它两国战争没有办法 一个拿白旗 一个拿黑旗 两国这样哒哒哒哒哒哒 就这样子在那边骑马战 就杀了一大堆 我们谈蚂蚁国就好 蚂蚁跟蚂蚁是会讲话的 他们两只碰到了 同样在搬粮食的时候两只碰到 会对谈一下子 两只在那边对谈 就在那边讲话 讲话讲了以后它会散开 一只往这边走 一只还往这边 它跟他讲 还有没有啊 它说有啊 还可以再搬多久 两只就走开 这样 会对谈的 你看到蚂蚁跟蚂蚁相碰 在讲话没有 我小时候很喜欢观察蚂蚁 我也烧过蚂蚁 也被蚂蚁咬过啊 我自己也被蚂蚁咬过啊 我自己也被蚂蚁咬过 那个红蚂蚁很厉害的 爬到这里来 咬你一下 我活了 那这下也就飘去 打它一下 它就掉下来 就死掉 现在不可以这样 这不是杀生 还烧蚂蚁呢 我看蚂蚁 好多蚂蚁在那边 把纸铺起来 就点火 就把它烧 等一下它就变成那个 烤肉 不能吃了 是烤蚂蚁 它就不能吃了 一下子它们就翻了 都死了 轰一吹来 就吹走了 这个都是杀生 不可以的 科学家 用那个 就像我们人类的 那个助听器一样 把蚂蚁的声音 扩大 然后听了 知道蚂蚁跟蚂蚁 是在讲话 叫鱼 蚂蚁的语言 蚂蚁它会出来 那么像一个国度 一个国度一样 很多的 很多的 他们科学家听到 我讲一个鱼语给你们听 鱼语 这个鱼语就是防止这个鱼 鱼公寓的鱼 鱼是语言的语 这个假蚂蚁碰到 蚁蚂蚁 然后最近好吗 那蚁蚂蚁就回答 很好 那你哥哥呢 假蚂蚁就问你哥哥 他突然暴毙 怎么 怎么暴毙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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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蚂蚁就问他 怎么 你哥哥暴毙呢 这个鱼蚂蚁就回答 天上啊 这个 突然间降下一个 无形的 无形的这个 好像就有 有一点纹度的 有点纹度的 这个 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 他遭天谴 老天惩罚他 突然间有一个纹度的 好像 弱色的东西啊 压他一下 他就死了 就暴毙了 他只能够这样子讲嘛 对不对 两只蚂蚁对谈 这科学家一听 奇怪 这个弱色的东西 原来是费经法师 这个指头 他降下一个 弱色的 眼滚的 这个球下来 把他咯咯一下子 打死 但是一下子 这个眼球 像飞碟一样 又不见 就是这样子 蚂蚁不知道 有人类的 在他们眼睛的 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不知道有 人类 这个人类的世界 跟他毫无关系 跟蚂蚁国 毫无关系 就像我们记录我们很远的这些世界 我们根本没有他的印象 像佛陀讲 佛的世界 佛的净土 佛的境界 跟我们记录好像很遥远 你从来没有办法在脑海里面去想象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 同样的 在蚂蚁国里面 这些这个悉空降下来 这个弱色的眼滚的球 压在这个人的 压在蚂蚁的身上 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能够想突然间暴毙 你说是不是 他们的眼中 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多的人 不晓得 因为他们的眼睛距离有限 只能够看到一点 所以这个存在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存在 什么是不存在的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你说蚂蚁的世界 怎么知道有人的世界 那么人怎么知道佛的世界 这个除了佛陀告诉我们 言解以外 所以对于西空中的西空 那种佛的境界 是很难去完全给他说的明白 但佛陀在言解集里面 就专门讲这个空性 其实空性应该只是一个空 空本来就是没有现象 所以也是非性 就是佛陀最主要就是讲这个 大概在那个境界里面 就是平等无差别的 我今天传给大家一个法 因为今天我不想什么 我今天传给大家一个法 这个法听到的有福 这个叫引空细命法 是我以前发酵的上师 他教给我 什么叫引空细命法 就是面对着西空 把西空融入自己 一直到感应的时候 一直到感应的时候 你受命就可以延长 对于这个有受命的威胁的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法 引空就是把西空吃掉 这个延长命生命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发酵的祖师传下来的秘密 为什么吃了西空 它会长寿 会延长生命 因为西空的生命 本来就是无穷无尽 你只要把自己 能够融入西空 你也就能够无穷无尽 它的道理是这样子 但是这当中 当然也有一昼意识 它的生命力 加持在你身上的这种意义 感谢不错 感谢不错 感谢不错